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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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拍Vlog的街拍片 都挺受歡迎 所以我決定今天 再拍一條街拍片 但今天這條街拍片 之前針對XS10去做一些嘗試 但今天我問我朋友 借了一部XR3去做一個街拍片 希望可以試一下 用XS10之餘 也試一下這部GR3去比較一下 到底兩部街拍片的時候 各有什麼優點和缺點 或者哪一部比較可趣 因為大家要知道 始終GR3是比較貴少少的 價錢是高少少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這樣比較 其實有點不公平 但儘管嘗試一下去比較 因為也有很多觀眾會問 GR3和XS10兩部選哪部多些 可以拍照 我們 我們今次的街拍 就會由中環的金融區 即是銀行區 這邊開始出發 不要以為這裡 只有大量的高樓大廈 沒有什麼好拍 其實在每個不同的建築上面 會有一些反射 會形成一些很有趣的畫面 所以是有待大家透過街拍去發現更多不同的有趣的東西 也有很多街邊檔 會在中上環區比較多 有你的題材可以拍攝得到 炒完這條德庫道中 我們就經這個中環中心 就上去皇后大道中 好 我們現在就拍完銀行那邊 我們現在就上去石板街那裡 拍一下半山區 我其實很喜歡 如果港島區來說 我真的很喜歡中上環 因為 好像深水果冰 有新的東西 但同時有很舊的東西 所以 如果港島區的加撻選擇 我一定是首推中上環 然後是西環 但西環今天我就不去了 因為時間無多的關係 就拍中上環就算了 嘗試看看這兩部機 可以拍到什麼出來 好 曾經有觀眾問過我 暴力啊 拍街拍怎麼可以 以防被別人白眼你 用髒口罵你 或者是不喜歡你 其實我拍街拍有一個原則 就是以不打擾到別人為一個原則 因為我不希望拍到它 一個很特密的表情 也不是想拍它 一個很特意做給我的表情 所以自然是我其中一個 拍街拍的一個原則 那這些就是見人見智的了 而今次這個街拍的Vlog 令我最開心 就是我今天是非常有貓園的 因為就好像你拍動物一樣 你一樣是不可以逼到動物 可以做到你想要的事 這些只不過是一個緣分 對於我來說 那所以 以不打擾到別人為一個原則 是我覺得都頗為重要的一個概念 收服收服 有不少的觀眾朋友都反映過 XF10這部機 它在對焦系統方面是挺順適的 但對於我來說 我又不是這樣認為的 所以其實一部機 好與否呢 真的很需要你實際使用過 和你去習慣過 摸熟它 而再得出一個結論 而不是說別人跟你說 對焦不行 就是不行的 但當然啦 如果你要用 GR3 去跟它比較的話 GR3的對焦系統 一定是比起XF10 好上很多很多倍的 但大家都需要記住 一部GR3是可以買到三部XF10的 來過BMQ那麼多次呢 都不知道 這裡有個 不知道什麼的 我想廁所 公廁 地下公廁 我不知道 這個電話號碼 還只有 七個號碼 好了 我們拍完這個廁所之後 我們就沿著這個 Billy姐市街 就走去太平山街的方向 那你其實都大概見到 這兩部相機 那個分別 其實不是太明顯的 那但是呢 GR3 它在光暗位上面的 細節 會保持得比較上 是比XF10 多少少的 那但是其實你說 真的很認真地去分 其實沒有什麼 太大的分別 那 雖然實際的畫質分別不大 但是其實呢 實際操作上面 這兩部相機的分別 都是挺大的 那我們之後呢 有機會再講一下 它這兩個相機分別 在操作上面 有什麼不同的分別 那 通常街帕的時候呢 我都喜歡用快門先決的模式 那我就把快門速度呢 調校在五百分之一秒 或者是時候呢 是會調校在二百五十分之一秒裡面的 因為我想避免了 手震啊 或者我走著的時候 想立即Snap呢 會因為快門太慢 而影響到畫面的情況的 那另外呢 都因為光圈的大小呢 對於我街拍來講呢 不用畫調 用大光圈來拍的 那所以我就一般呢 都用這個快門先決的模式來拍 就方便我可以邊走邊拍的 因為之前那條深水堡的加拍片呢 都吸引了一些台灣的朋友去看的 好帥喔 這次的加把平衡傳實在用 黃東瓦角加把這個光園 那我們現在身處的就是 上環的合力活道 那合力活道呢 蠻多東西可以拍的 蠻多人 蠻多建築可以拍的 老香港就在這邊嘛 像是大家看的深水埗就比較老之餘 比較我們香港的基層人士住的 那可是上環就不一樣了 上環在那邊住的 基本上就有錢了 但他還是保留以前 舊香港的那種味道 所以大家台灣的朋友 下次有機會來香港的話 記得一定要來合力活道 讚 我好喜歡這個吞神的色溫 然後照到這個藍色的門 那種感覺 這些磚呢 都很香港 我覺得 以前小時候在阿婆的家裡 那些廁所那些磚都是這樣的 好啦 那我們繞了個圈呢 就從東街走到這個摩羅上街啦 那摩羅上街 晚上呢 基本上就少了很多攤檔啦 但其實你都可以拍到一些 是比較特別的畫面的 那就等大家可以有機會 來到一起發掘一下啦 還有呢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呢 在中上環 半山區這裡呢 其實某程度上 是挺有倫敦的感覺的 真的 真的挺有倫敦的感覺 所以我都很喜歡這個地方 也是這樣的原因啦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倫敦這個地方 因為我以前 第一次去倫敦的時候 我是覺得倫敦這個地方 很有以前香港的感覺 所以也是令到我覺得 很懷緬很懷舊的感覺 去到倫敦所以很開心 但是很喜歡這個地方 有機會我都很想去倫敦那邊 但是暫時應該都沒有這個機會 希望下次可以再去倫敦 那我現在就在 荷里活兒童遊樂場這個位置 後面這裡呢 就是文武廟來的啦 剛剛發現呢 那裡有個依依呢 站在那裡等車 那她一路低頭在那裡玩 完全不知道我的存在 然後剛巧呢 這一盞街燈 打了在那裡呢 有一個很有趣的畫面出現 那我就分別用SF10和GL3呢 都拍了割影一張 彩色一張 和黑白都一張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分別是怎樣的 那現在其實已經 天色已漸沉 日月月朗 分心心心的啦 那我們現在嘗試 由荷里活道走回去中環那邊 看一下多些燈 多些店舖 多些人 拍的街景會怎樣 這樣嘗試一下兩部機的街排 在晚上的時候會怎樣 就這樣了 看起來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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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街址街這裡呢 整條都是街市 那樣 所以又多了很多燈 很多人做事 那這裡又可以拍一下一些不同的景色 挺有趣的 那你可以很美麗看到呢 我們上次的深水埔街市 整個感覺都很不同 果然一個是港島區 一個是九龍區 所以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多點走走走都真的不錯 那我們拍完結子街的街市呢 我們都沿著角輪街 走回去皇后大道中的啦 那大家可以在這些相片裡看到 大概XF10和GR3 他們在夜景裡面的表現是如何的 那今天大家看到VLOG的畫面呢 我都是用我新的那一部XT200去做拍攝的 不知道大家認為是怎樣呢 下面可以留言告訴我 還有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 我實際使用了這個XF10和GR3 操作上面的一些分別的話呢 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都會再去做一集的留言給大家看的 那今集就是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 拜拜